大家好,歡迎又返回到頻道 今天就回到 PS Vita 想分享一下 ARK 4 的 Custom Firmware 安裝方法 我真的有一段時間沒有開台 PS Vita 來玩 發現原來很厲害,還有更新的 有網友最近問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怎麼安裝 ARK 4 的 Custom Firmware 我自己本身是沒有玩過這個 ARK 4 的 其實它是 based on PS P 的 Custom Firmware 雖然現在最新的了 它不是最新推出的,但一直有更新的 現在是支援到 PS P 的最新 Firmware 去安裝 Custom Firmware 但今天我就用 PS Vita 去安裝 ARK 4 主要是怎樣呢? 它可以玩到可以順跑很多不同種類的 PSP Warp 的格式 不單是 ISO 也可以的, CSO 等等的格式也可以的 對,還有去玩 PS 1 遊戲呢 算是暫時支持得最多的 對,去安裝方法呢 是簡單過安裝 ARK 4 的 你可以有兩個方法的 你可以不安裝 ARK 4 都可以玩到 PS P 的遊戲 和 PS 1 的遊戲 又或者你可以安裝一個 Custom Firmware 直接安裝到 ARK 4 裡面都可以的 今天我也會做這兩個方法的 對,除了這些之外呢 玩 Cheats 啊 做一些原裝做不到的東西 這個大部分都可以做到的 對,大家可以來這個網站看的 我也是在這裏 根據這些指示去做的 在這裏其實有講解了很多它的 Features 大家可以慢慢看的 對,它亦有 Instruction 教你怎樣安裝 我今天就只是在 PS Vita 安裝 大家如果需要到 PS P 的話呢 可以留言給我幫我聽的 如果多人有興趣呢 我先拍一集點在 PS P 的裝 是的 OK,來到這裏 右手邊在上面 Release 這裏 我們按一按這個 2000 多 這個加鍵 會調理這頁的 我們去 Assess 這裏 按一按箭咀 接著我們下載 不需要 Debug 的 我們下載這個就可以了 Swift 這個 我已經下載了 我不敢了 大家看到了 它更新是二十個小時之前 所以 非常厲害 我覺得這裏還一直有更新 不錯 下載了之後 我們需要先解壓 我已經解壓在這裏 裡面有一個 Arc 4 的 解壓之後就是這樣 我們需要 PS Vita 裡面這個 VPK 我們現在同步 PS V 去用無線 連接 LiveTP 去 過這裏 先 我們先開回 PS P 接著 我們在這裏開 Vita Shell 當然 一定要破解了 如果還未破解的話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連結在下面 Description 都有 現在基本上 PS Vita 什麼 firmware 都破解到 OK Vita Shell 好 進來 出回最出 接著我們按 Start 鍵 在 Select Button 這裡 選擇 FTP 其他可以不用改 USB Device 呢 我現在是用 Sony 的卡 做破解的 所以它是 memory card 如果你們是 SD to Vita 就是 SD to Vita 所以這個可以不用動的 想告訴大家 不然大家以為按錯了 FTP 呢 我們先回回 接著在這裏按 Select 這裏就會顯示 你的 FTP Address 自己插回自己的就行了 我們現在回到電腦 接著我們可以開一個 FTP 的 software 我就用 File Seller 大家如果沒有的 就可以下載 Google File Seller 就行了 或者我都會放在下面 Description 在 Host 這裡 輸入你的 IP Address 剛剛顯示的 接著在 Port 這裡 就有個冒號之後 1337 那我就在這裏輸入 1337 接著 Click Connect 那它右手邊 就 Connect 了 應該就是 UX 0 裡面 大家找回自己的 放在裡面 Internal 的卡 對啦 我就會清楚一點 開一個 Folder 先建立一個 Create Directory 在這裡 接著按 VPK 就放我需要安裝的 VPK File 那我按進去 OK 縮小 接著 剛才下載的 ARC 4 裡面 PS Vita 裡面有一個 Faster Arc.vpk 我先拉這個過來 OK 如果大家沒有這個 Auto Plug-in 2 的話 可以下載 Auto Plug-in 2.vpk 那我就拉回來 基本上我都是下載 連結我都會放在下面 Description 這個好厲害 又是 Last Week 去更新的 我覺得很厲害 還有人更新 OK 有了這些之後 我們可以回到 PS Vita 這裡 這裡按圈圈 Cancel 接著 UX0 應該有剛才那個 Folder APK 對 大家先安裝了 Auto Plug-in 我已經安裝了 我就不按一次 大家按 CALX 然後再按 Yes 就安裝完了 我等它完成 再安裝這個 Faster Arc.vpk OK 完成了我們按 PSA OK 出回到外面 應該 有Auto Plug-in 和這個Faster Arc 那不安裝Faster Arc 之前 我們先安裝 Auto Plug-in 而先安裝一些東西 OK 選擇 Video Plug-ins Install Plug-ins 接著我們找這個 No No PSP Emu DRM No PSP Emu DRM 是這個 按靠測 OK 接著再靠測 再靠測 再靠測 就安裝了 OK 接著按 Start 鍵 它應該會 restart 靠測 OK 好了 回來了 那個 剛剛那個已經安裝了 接著我們現在開Faster Arc 按靠測 安裝了 好 安裝完 安裝完之後 它應該有一個Arc X和Arc 這兩個是有什麼分別呢 Arc就是主要用來玩 PSP 遊戲 它都玩到 PS1 遊戲 但是可能有些遊戲 音效可能會有些不同步 有些問題 所以如果玩 PS1 的遊戲 建議用Arc X 就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一個Arc X 去玩 PS1 遊戲 Arc 去玩 PSP 遊戲 我們現在先按一下 按一下 我都不知道我手機裡面有沒有遊戲 看看 是有些遊戲的 我有一個 PSP 的 Mini 遊戲 這個是 PS1 遊戲 來的 試一試 試一試 PSP 的 Mini 遊戲 OK 總之就完成了 那 離開遊戲 可以按一按 這個控制就是離開整個PSP 如果你只是想 離開這遊戲 就 L R 下 和 Start 一齊 按 它應該會出回遊戲 對了 這個遊戲選單 我說過在這裡玩 PS1 可能會有些問題 我們現在不在這裡玩了 我們可以出回到外面 我們按一按 控制 就出回了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Arc X OK 它已經提醒你了 如果你按 PS Button 它就會有 Click Menu 去設定 OK 長…長號 對了 你在 PS1 這個遊戲裡面 可以按三角形 這裡可以有些其他設定 對了 我們可以按 Counter入遊戲裡面 有熟悉的 PS1 畫面 這裡先看一看 我在這部機器裡 沒有拉大畫面 但在這個 Screen Load 出來 在電腦裡 就拉闊了一些畫面 如果長按 PS 按鍵 這部機器呢 就會有設定畫面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出不到這一個畫面 你會見到 我現在 我用電話拍一拍 對了 會見到這一個畫面 但如果我點到設定 那裡 就在我現在 傳送到電腦裡的畫面 就會見到 對了 這裡可以 對 可以做些 Save 可以轉鍵 應該是 Z 按鍵 等等 對 那我進回遊戲 這裡按 LR 下 和 Start 一齊按 就會出回這個畫面 出回遊戲選單 好 所以想離開遊戲 可以這樣撥下去 OK 那 遊戲放在哪裏呢 我們現在再進去 Ritter Shell 遊戲放在哪裏呢 UX0 它有一個PSP Email 裝完之後 然後 如果你是PSP的遊戲 就放在ISO裡面 對 就像剛才這款 Mini Game 另外 如果你是PS1的遊戲 可以放在PSP裡面 的Game裡面 對 就是這裡 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放在遊戲 即是有個Folder 然後裡面 有個Boot PBP 應該是 就是PS1遊戲 那就OK 對了 如果 你本身已經有安裝Adrenaline 你想安裝整個 Custom Firmware 在Adrenaline裡面 要怎樣做呢 我們現在 又是聯繫電腦先 按 Select 再按 抄返IP Address 回到電腦 先 按 Connect 先 我們去 UX0 PSP Email 裏面的 PSP 跟著 Save Data 對了 如果你們是 你按回去 ARC4 剛才解釋了 有個 ARC-01234 如果你們剛才沒有做過 即是沒有跟我剛才的方法去做 就應該沒有這個ARC-01234 那你這裡就整個Folder drag下去就可以了 對了 那 因為剛才我做了那部 所以有這個 再出回去 我們去Game那裏 跟著 把ARC Loader 整個拉進去裡面 這個GameFolder裡面 對了 OK 跟著 我們就可以回到PS Vita 這裡 按0 Cancel 跟著 我們可以 出回去 對了 跟著 今次開 Adjourner 進來 我們先按 Select 現在是這樣的 Adjournerner VSH 的Menu 跟著 我們再看看 System System Settings System Information 現在是6.61 Gender 07 只是 OK 跟著 我們現在去Game的位置 Memory Stick 我們開ARC Loader OK 跟著 好像沒有什麼分別的 但是我們去回System 看看 它已經變成Custom Formal ARC 4 OK 已經完成了 我現在按 Select 去VHS那裏 這裡的Menu 也有些不同的 對了 它是多了東西 這些大家自己可以再研究一下 對了 我們現在可以 在這裏開Game 也可以 我們現在可以在這裏按LR 和Start 一起按 就會入到這個遊戲算單 Menu 對了 那 就是這樣了 Adjournerner OK 今天分享就到這裏 大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或者需要我去教大家去裝 在PSP 上 歡迎留言 我幫我聽 多朋友需要的話 我再拍一集 今天分享到這裏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按個like 還沒按訂閱 記得按訂閱 再按下小鈴鐺 我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一杯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我 或者PayPal 或者追蹤我Patreon 會員頻道都可以 詳細資料下面的Description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